立法院新会期,这个周五就要开议了。 这个会期,听障权益又迈向新的里程。 在去年,行政院院长施政报告提供同步手语翻译之外, 新会期,院会总质询也将会提供同步手语翻译, 让国会议事的转播没有障碍。 国会频道,收看一二三,一二四。 立法院长苏嘉全带着六位手语翻译员正式宣誓, 从这个会期开始,立法院同步手语翻译, 从行政院长施政报告,扩大到院会质询。 从国会议事的实况转播到现在,将近一年, 那上个会期,我们把这个院长的施政报告, 做手语的一个翻译,那么进一步的, 我们希望在委员跟部会首长的对答, 也让我们整个议事的过程无障碍。 这一次打头阵的六位手语员都是零友以及征兆, 而且还经过国会首语班的培训, 将一些平常用不到了,像是九段线, 一例一休等政治实施拥有好好加强一番, 甚至拿先前立院质询的画面来实习。 未来每次质询,都会有四位手语员在现场轮替, 立委与部会首长问答时, 会像这样同时开两个框, 两位手语员各自负责翻译方, 不过万一双方言辞交锋很激烈的时候, 对手语员来说是很大的考验。 我觉得最大的挑战在于说, 我们对委员的声音其实不是那么熟悉, 那我们两个班员同时要去抓到两个人的声音, 因为他有交叠的时候, 我们会有分不清楚的这种状态, 这个最难。 立法院长苏嘉全也说, 虽然不知道未来院会会发生什么样的状况, 但是他看了目前准备的结果给了一百分, 希望除了院会, 同步手艺未来也能够推动到委员会, 让国事议会转播无障碍, 记者陈修林,刘翰林,台北报导,